高房价已经成为了名院之首了 那么财政部现在要出手 增加豪宅税的新规定 从今年开始 台北市跟新北市只要房价超过8000万 其他的地区如果超过5000万的豪宅交易 15%的获利都要克税 不过如果是在没有矩正成本的情况之下 那么就必须以房子实际销售价格的15% 来当作房产交易所得 换句话说 如果以出售3亿元的地保为例 过去可能只要缴100多万元的税 但是依照新规定 税付估算超过500万 财政部长张盛和说 这是实价克税的第一步 希望能够健全房市 让泡沫慢慢消气